中国制造出全球最大打装船 此消息发布之后 德国专家却表示 中国这是在吹牛 肯定不可能 不料启动后当场惊呆了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欢迎观看本期节目 在观看之前希望大家能够点击订阅 这样就不会错过每期的精彩节目了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 目前基建狂魔不仅在陆地上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 还将基建范围延伸到大海之中 而要在水中进行工程 就需要一些特殊的设备 在这一需求的推动下 近期中国在天大国重器 作为世界首艘140米级打装船 名为一航金装 那么这个工业巨兽到底是个什么物件呢 简而言之 打装船指的就是可以在水上进行打装作业的船只 在这个过程中 船上的钢缆 滑轮 脚车等物件就会同时运行 从而将装体吊起 然后借助重要的装锤机构将其打入水下 此外 在打装船进行工程作业的时候 也需要其他的专业船只加以辅助 就像航空物件从来不只是孤零零一个 毫毛船 扑船等作业船就犹如巡洋舰一样 会跟随打装船出行 那么打装船到底有什么用呢 其实打装船的发展受到了资源方面的倒逼 由于人类在陆地上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张 众多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与开发量 都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面对路上资源逐步紧缺的现状 各国自然而然地就展开了探索水下资源的活动 无论是风力发电还是油气平台的建设 甚至是沿海码头的建装 其实都需要打装船来承担主要的工程任务 其实各国的跨海大桥为了进行水下打装 都离不开此类打装船的存在 早在2003年 中国就已经建造出了超90米的装架式打装船 2020年5月8日 中国制造出了当时世界最高最大的133米打装船 而到了现在 这一记录也随着140米级打装船一行金装的横空出事 而得到了刷新 对此德国专家还不相信 中国已经制造出世界最大的打装船 不料到现场之后 彻底看呆了 这次由国内企业研发的140米级别打装船 是全球范围内同类产品当中性能最为强大的 因此它创造了多达六项世界第一 分别是世界范围内装架高度最高 吊装能力最大 施打装最长 装径最大 抗风望能力最强以及综合效率最高 它所装备的打装壁尺寸达到了惊人的140米 这意味着在状况合适的海域内 这艘船国可以打下最长达到120米的深装 在国内几乎所有深度几十米的前海范围内 这艘船都能够进行打装作业 为了进一步提升它的工作效率 该船装备了专门研发的施工管理控制系统 成功使其实现了数字化管理 智能化施工和绿色化运行等特点 尤其是此前中国成功建成的北斗卫星系统 对这艘船舶的工作能力提升有着很大帮助 通过北斗外加5D和卫星通信这几项技术的组合御用 夜航精装在航行和施工时不会遇上通信盲区 陆地上的专家团队可以随时对船舶进行技术上的支持 管理的效率也得到了提升 这艘船舶在交付之后 将会被用于大型装机施工和群装机处以及封电导管装架等领域的施工 简单来说就是用于进行中国海上风力发电厂的建设 要在海上进行风力发电机的建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因为在海面上很难找到和陆地上一样坚实的地面作为基础 海底基本都是泥沙或者淤泥构成 很难提供坚实的支撑 因此必须将装机打入足够深的海底 才能保证风力发电机的正常和安全运行 尤其是考虑到目前国内已经成功研发出了发电功率 达到10兆瓦整机高度将近150米的巨型风力发电机 这样的发电机要建设在近海地区 就必须拥有更坚实的基础作为支撑 而一航金桩恰好能够打下120米深的桩 将发电设备牢牢定在海底 按照目前国家给出的规划 到2025年国内的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将会达到6000万兆瓦 这就意味着要建设巨量的海上风力发电机 而这需要拥有足够数量的海上打装船才能完成 而一航金桩的出现也是顺势吸引来了众多西方买家 其实早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 全球的打装船市场多被欧美国家以及日本占据 虽然美国的技术高 但他们的船体大多都是为了满足国内需求 因此在售卖方面 反而是欧洲国家的造船企业占到了大头 由于这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要早于我们 所以众多工程建设完成的时间也要更早 但这也就带来了新问题 那就是工程在落地后 由于技术受到时代限制 随着时间的发展 这些作业也需要进行更新换代了 可如果为此加大打装船上的成本投入 又不是他们想要看到了 因此如今众多国家才会动起了购买外国先进船体的想法 而中国就是非常符合他们预期的卖家 中国140米级打装船在那些方面吸引着他们呢 一航金装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打装米属上 在具体工程上的表现 动力方面的先进性以及装体定位上的便利同样是遥遥领先的 众所周知 打装船往往是以打装的长度来进行具体命名的 如今市面上就存在着从低到高 众多其他米级的打装船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为什么还要设计建造140米级打装船呢 其实这也说明了 中国的工程建设逐渐由探索江河沿海 走向海洋更深更远处了 以往在这些水域作业时 较低级别的打装船完全可以达到作业要求 可一旦向海洋深入 其自身重量以及打装程度其实都会有点掉链子 但140米级打装船的存在 就可以完全避免这些问题 因为它拥有着米数较高的打装机 所以完全可以把700吨左右 经常不超过6米的钢质材料装体打入近120米深度的水下 在打装的选威方面 这一工业巨兽也是配备了北斗定位等多种先进系统 可以实现自我定位 保证装体可以精准地被安放至工程要求的位置上 而为了面对海上变化莫测的海况 其自身甚至还配备了全回转舵桨 液压系统以及全电推进和控制机构 强大的动力设施也足以让它踏了而行 截至目前 140米级打装船不仅参与到了浙江周山当地的大桥建设当中 宁波向山岗铁路跨海大桥也存在着他们活动的踪迹 可以说这个庞然大物并非花瓶 而是真的在中国的建设作业中承担着不合或缺的工程任务 因此 在实际的工程建设中 液航金庄的出现让庄堤下水的深度增加的同时 也让工程的效率得到了提速 使中国在大海上的征途无望而不利 液航金庄的市场广阔 这不仅是因为中国正在工程建设的发展期 也是因为外国也处于基础建设的更新期 人口的增加势必带来资源的消耗 而中国作为人口大国 就需要在这方面提早布局 这也是中国自21世纪初开始 拥有国产打装船之后 一直为其设计全新版本的原因 那么随着打装船技术的不断研发 我们可以其他那些方面获得收获呢 首先在动力方面 液航金庄使用的可是电力能源 减少了对柴油动力的依赖 也就意味着中国的打装船要更加环保了 要知道 虽然柴油动力在以往有着稳定 可靠的特点 可一旦出现安全问题 引起的后果其实也是不可挽回的 高效 节能 安全的全新打装船 必定是以后的主流 与此同时 全球的能源消费结构 明显有着向清洁能源转变的趋势 而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 自然也就成为了各国开采的主要资源 因此 目前众多海上工程中 油气开发作业其实也占到了相当大的部分 可由于国外在打装船技术上的缺陷 就导致开发效率会受到影响 从而影响到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 这也是为啥西方会如此羡慕我们的一行金庄的原因 而我们作为发明者 必然会享受难以想象的福利 可以说高技术力的打装船 会让中国的众多海上油气开发项目成为可能 而项目的增加又会促进打装船技术的更新 从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而随着打装船富含的技术越来越多 其除了在环保 高效 用逐广等方面具有优势之外 甚至还可以帮助中国打开全球的打装船消费市场 也许有人会说一行金庄不适合出口 但如果我们拥有了第五代 第十代一行金庄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将老旧技术进行出口 再从其他国家身上捞回一笔技术研发投入呢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可以点击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